辛苦的在大太陽底下工作 還要背起重重的工具 這樣促重的工作 以及會接觸到髒亂的環境 你很難想像年輕人會願意嘗試 介紹我們技師身上的設備 我想我們在施藥過程中很注重的是 人員的安全問題 除了我們需要有好的防治效果以外 施座人員的安全是放在第一線我們的考量 這些基礎裝備 例如說像現在服務人員所帶的一個 這就是防毒設備 它的防毒面具 它是避免我們的施座人員在施座過程中 直接接觸過吸露 造成我們的肺部感染 或者是我們人員中毒的現象 另外我們也會增加的是 例如說帽子帽岩的部分 那它在施座過程中 它可能還會再配備它的防護面具 防護面罩 那我們的施座人在施座過程中 它都會著長袖的衣庫 那最主要是避免它直接皮膚上的沾黏 年輕的創業家 蔡正佳與朋友邵華 一起開了環衛科技公司 希望可以圓自己的一個夢想 我想當創業的困難 大家所有的年輕人都一樣 創業維艱 創業很大的 一開始遇到很大的問題 在於說客戶對你的信任感的問題 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個 輸出茅茹的一個年輕人 那你要怎麼告訴客戶說 你的專業 你的能力 是可以符合他們需要的需求 那過去服務他們的廠商 已經是服務這麼久了 那你今天突然一個新廠商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說服他們 我想這是很大的一個重點 也是我們在當初創業過程中 很大的一個阻力 那在這過程中 我們就要去思考 我們跟其他廠商來比較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樣的利基點 或者是我們有什麼樣的特色跟優點 那我想我們兩個 我們的創業夥伴 我們兩個都是屬於環境專業的專長 那都是我的同仁就讀碩士畢業 我本身在就讀博士專 所以我想我們的環境專業 搭配我們的專業解說 還有我們的生物昆蟲式的背景 專業背景之下 我想這就是我們當初在破門磚 就是說在跟客戶說明解說 或者說很重要的一塊破門磚 希望可以圓自己的一個夢想 現在的人很注重環境衛生 也是許多公共場所面臨到的問題 不管是小黑紋還是病媒病菌等 如果自己沒有辦法做根本的清除 真的需要專業的公司來進行清潔 當初是因為和夥伴一起創業 在台中這邊做一個病美防治的服務 那我想說在本身也是讀環境絕驗的碩士班 那對環境這部分也是有興趣 所以我們就一起創入 一起創入這個病美防治業 他們會先跟客人溝通 然後排定時間 進行消毒的工作 有可能會在早上的六七點就開始 就好像電影裡的趕鬼特工隊 但是他們比較像是環境衛生特工隊 一通電話使命必達 下次如果在台東地區看到他們 也可以給這群年輕人多一點鼓勵喔 東台宣布發呈林鄭惠如在台東市的採訪報導 2、1 綜合從愛總管理 共創舒適好環境 綠洞環衛戰 2、1